昨日一则消息铺天盖地,长时间站去这搜守卫,寻着去,竟是张欣宇结婚了,一时间有些萌,不记得张欣宇是谁,毕竟娱乐圈女星众多,同名人应该也不少,很容易计婚,于是专门找杜娘搜了一下,才想起,原来是李晨的城市。 前女友,照片中,张欣宇身穿白色婚纱,旁边是一位帅气的军装打扮的男人,称得上俊男靓女,再仔细看那身理服,又名字,竟然是真的军装。 张欣宇嫁给了军人和杰,明星张欣宇居然嫁给了军人和杰,在翻看他们的相识,因为综艺节目神犬骑兵相识,当时和杰任教官,张欣宇是学员,典型的学员爱上教官的现实版演义。 现在想来,估计当时就彼此有好感了吧,简直撑得上一部玛丽苏剧情了,但尽管如此,还是不敢相信娱乐圈的居然和军事派的走在一起,总感觉有些不大意。 特别是张欣宇,按照张欣宇的身份、人设,以及过往的世事非非,很难让人跟军嫂联系到一起。 87年出生的张欣宇,如今已经31岁,她早年以足球宝贝和游戏show go,身份入行,2010年被发掘进入影视圈,然而很快她就成了全网寻潮的女星。 很长一段时间,不管她说什么做什么都是错,张欣宇之所以不招网友待见,一是因为她入行初期传着暴露,悲闻不断,二是出道初期被导演定位成花瓶,演技也曾遭到娱乐季结尾王思聪的诟病。 三,是感情是复杂,特别是与李成的这段令人反感,使得公众对她的人品有所质疑,不知是否因为媒体的煽风点火,网友得以讹创讹,再加上幕后团队不太给力,导致她的形象,口碑均受到影响,甚至阻碍了她的事业。 但她的感情史却是比较丰富,而相较至大,七段恋情的男主都不愿提起,甚至不愿承认,更有疯狂的,直接爆出验证,张欣宇的第八段恋情,也就是和杰,他们的恋情算是最低调的,也是最终修成正果的。 不过对于这次军人老公的身份,网友们也都纷纷送祝福,剪下你的过去,是军人的宽容,愿你放下过去,重新开始,新婚快乐,希望你能对得起军嫂这个称谓。 。